比如說歐瑪斯魚子醬 跟霞多利香檳就是天生一對 你如果用魚子醬做二鍋頭 你覺得他配嗎 你不吃嗎 很好吃 你不吃嗎 果然不餓了 我剛才不餓了 現在越吃越餓 顧忍男 顧忍男 乖乖乖 李總要見你啊 他見我幹什麼 肯定是要當面兒刮你啊 來來 快走快走 吃好了 李總 陸總 我們那個顧廚師來了 把顧廚師請過來 是想跟你探討一下 惠林頓牛排的做法 我有點好奇 你為什麼會把酥皮跟牛肉之間的小賀菇 換成香菇呢 因為好吃啊 我嘗了一口 味道 還算特別 但是特別 不代表合適 你用本地產的香菇 和澳洲進口的菲利放在一起 他配嗎 配不配我不知道 我就覺得好吃就行 好不好吃呢 只是主觀一段 合不合適是有客觀標準 至於客觀標準 也不是我一個人一句話說了算的 是經過無數的嘗試 無數變調整 無數人的品見 最終得到全世界廣泛認可而統一推行的 比如說歐瑪斯魚子醬 跟霞多利香檳就是天生一對 你如果用魚子醬做二鍋頭 你覺得它配嗎 我理解 你想要創新 每一個廚師都想要有自己的創意菜 但是創意不代表你就可以胡來 你可以追求創新 但是你必須要選用 跟酒店標準相匹配的進口食材 這麼簡單的道理 你們學校沒教過嗎 都忘了問了 你是哪個學校畢業的 那個李總 那個 其實我們顧廚師啊 學歷還是很好的 她是藍帶的 我也在法國藍帶 學習過一段時間 咱倆還是校友 你是哪一屆的 黎曼 可以了 我跟姐姐你不是校友 我也沒去過巴黎 我就是上海校區的 其他的我不知道 但是我們老是教過我 食材新鮮最為重要 本地香菇就是比小賀菇 嫩